好 接下来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滴搭 那这首旋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重要的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我们还是练的是双手的配合 那这首和北京的金山上有一些区别 因为北京的金山上呢 双手的这个伴奏肢体是和右手是同时进行的 那这首滴搭呢 两个手是交替进行的 所以在配合上不难 它主要是在节奏上 还有在两个手旋律之间的转换和衔接上面 那么我们看着谱子 我先带着大家一起复习一遍 好 来看我们的乐谱 我们的打头的拍子还是一个空拍 所以空的这个节拍 希望大家唱的时候能把它唱进去 心里就更明确了 我们一起来唱一下 空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 正好 来的时候呢 这个拍子替代了 左手进入的时候的这个空拍 这样从音响上听起来呢 这个 来 所 来 都就接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一会儿在演奏的时候 右手和左手呢 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这个节奏 那我刚才在第一个曲子当中也提到了 只要是双手的旋律 第一行谱必然是右手 第二行谱是左手 所以第一行谱 我们是看的是右手 等到一会儿接的是左手旋律的时候 大家的目光呢 就要转到第二行谱上去 也就是这个曲子的一直在这样上下两行进行交替 好 我们可以一起来过一下啊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的示范 空 左手 右手 一模一样的 旋律完选一样 一模一样的 注意 好 稍稍我提醒大家就最后的这个结尾的地方 这儿大家不要觉得一下子有点难了 其实分解开看 一拍一拍的看 其实不难的 我们来看最后一行 我们往前数 倒数第四小节 我们从倒数第四小节来 好 最后一个音这个右手d的时候 左手呢就出来四个音 就是四三二一的直法 先分解开 分解开 一小节一小节看 所以 就把这个先衔接上 右手呢接下去又是很简单的 挨着走 最后一个音呢 左手还在找到我们下加一点的dosa 用四指也可以 用小指也可以 右手呢是一个小撮 就结束了 还从倒数第四小节来看 可以做坚慢 可以做坚慢 自己演奏的时候 不带伴奏的时候 你可以自由的做坚慢 好 那么加在一起非常好听 所以这个乐曲呢 它主要的难度 不是说双手一起同时演奏 它主要是交替上面 交替上面呢 我们还看到它的右手是在高一个音区 左手呢是在低一个音区 执法完全都一样 节奏旋律都完全一样 主要要非常流畅的 衔接右手和左手之间的转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